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故事名字叫做妖子沉睡的山 这天宠室妖子路过了一座山 这座山非常的奇特 因为山顶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圆形空洞 这个圆仿佛是用圆规画出来的一样标准 妖子尽管好奇但是也没有特别在意 她低头吃了一口面 只是再次抬头看山的时候空洞竟然消失了 妖子决定对这个山移探究竟 她来到这座山的山脚下 这个村子非常奇怪 村子里的河不知从合适起有了酒的味道 旅人们喝了这条河里的水后纷纷怀孕 出生的孩子们却都活不长 有些狠心的家庭甚至养不起孩子 就把孩子扔到深山 任凭野兽吞食 而这一次的源头和另一位虫师有关 这位老虫师叫做无知 无知经常造访一个村子 因为这个村子怪事频发 不过在无知的帮助下总能够顺利解决 因此无知在这个村子里人气高涨 顺便收获了一个小迷妹 村民们也都希望无知和小迷妹可以在一起 然后夫妻一起在村子里定居 没想到无知拒绝了 原因是她自身非常吸引虫子 所以绝不能逗留在任何地方 无知告诉村民 如果想要她留下的话 那自己就必须吃掉山神 然后自己成为新的山神留在这里 小迷妹偷听到了这些话 为了能和无知在一起 她偷偷杀掉了身为山神的金珠 并且将肉喂给了无知 从此无知和小迷妹结了婚 定居在山上的木屋 村里的河水有了酒的味道 而村子里的女孩子们也接连莫名其妙怀孕 而没过多久 小迷妹因为生病去世了 无知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差 最近村子里又开始怪事频发 无知也消失了 妖子听完故事后决定上山去寻找无知 在山上妖子救下了一个小男孩 男孩是无知的徒弟 同时也是喝下河水所诞生的孩子 因为家里养不起 所以就被扔到山里 后来被无知捡到成为了她的弟子 两人在一同寻找无知的时候 听到了一阵钟声 只是两人都没有在意 等找到无知的时候 她因为摔断了腿 晕倒在了山崖下 妖子和徒弟一起将无知带回了木屋 醒过来的无知和妖子已现如故 并且表明想让徒弟接替自己成为山神 守护村民 妖子下山通知村民无知并无大碍 可慢慢的妖子发现 只有自己和徒弟能够听到钟声 意识到事情不对的妖子再次上山 这一次妖子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无知从来没有想过 要把山神的位置交给徒弟 而那个钟声 其实是她召唤出来的一条巨蛇的叫声 她自知自己的时日不多 想要让这条巨蛇吞掉自己 让巨蛇成为山神保护村民 妖子不想看见无知这样 她想要救人可却无能为力 因为巨蛇已经来了 慢慢的无知消失在了村民的记忆当中 山上也一直盘握着一条雪白色的巨蟒 守护着这里的村民 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